秀林社区发展协会向劳动部申请经费 经营开创部落执行团队 以太鲁阁族图像手工记忆 经过十年的学习成长 开创出文化创意商品 以客具化的设计行销在地文化创意 秀林乡修营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张实如表示 20年前回到部落 就开始在部落向长辈学习太鲁阁的传统编织 同时也向劳动部申请经费来开创编织自媒的工作 也培训了相当多的资料 来开创太鲁阁族文化商品 从故事当中让消费者了解活的手工艺商品 部落执行团队是经过多年 在秀林社区发展协会发掘的 我们从制裁的我们的投资来去做一些延伸 然后经过了这8到10年的时间 我们开始做了一些文创的商品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市场的机制 然后去发扬我们的文化部分 然后在这中间当中 我们也研发了许多的不同的手工艺的产品 有包类服饰类或是DIY体验之类的 希望针对各个的社群 然后能够来呼应到我们的文化里面 有什么样的乐趣可以跟大家产生的共鸣 然后近几年来我们会是以DIY体验来互动的感觉 来一起让大家来认识我们的文化之美 除了当然我们自己的商品之外的创严跟研发 然后结合县府建设处等等一些资源连结 然后来共同研发我们的一些作品 那最主要是这次比较特别是说我们在一个 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个体验游 做山苏步道的体验游 然后更近距离跟我们的游客 跟我们的客人一起来体验文化 除了我们的共鸣之美之外 原来我们也有一些生态之美 山苏路表示自信团队都会前往大型活动来摆设堂位 一本出众的理念让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同时也介绍部落创作的每一件商品 以客制化的方式能够吸引游客和乡信来购买 也让大家了解泰鲣格组的文化之美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